欢迎收看大户筹码论 我是曾伟 台股今天上冲下息 一度大涨超过150点 盘中翻黑 但是尾盘又收高了58点 收在10366点 成交量是1547亿元 盘氏如何分析 现场为您邀请到两位专家 首先是华信投顾的张大文分析师 曾伟好 东森亲爱的投资朋友 大家好 第二位是陈一群分析师 大家午安 大家好 台面上的观察 先来请教大文老师 好 大户筹码泄露天机 这是千真万确的 只是说你的专业程度要够 我们一再强调这是法人 不愿意让你知道的秘密 那这一波以来 我们从 这个3月5号 当时大涨400点 领先公开预告 台股的筹码是转空 所以股票当时建议 一定要卖光 重压金像电一档而已 结果台股从1500 真的3月份以来 狂跌了3000点 好 3月中8500跟大家报告 这里会有报复性的强劲的反弹 所以这里一定要全力做多 而且反弹跟你事前预告 会回补空方的缺口 在10350附近 大家很清楚上个礼拜五 台股在台积电的获利 法术会的利多 跳空大涨来到了10710 上个礼拜五 我们特别特别特别 在东森的盘中连线也好 在节目中也跟大家报告 台股整整波段 从8500 请你全力做多 不论是个股 这个玉军光 联发科 元巷 甚至国具 这都是一路请你全力做多的股票 整整台股波段 涨了2200点 最重要的是来到了10800 面临上档 很严重的一个筹码结构的套牢卖压 所以上个礼拜五 送给全国亲爱的东森投资朋友 送你八字真言 提防套牢卖压修正 所以特别叮咛 有些股票涨多了 像玉军光 从290涨到了490了 涨了快200块了 房高要懂得调节 拉回来可以再买 所以上礼拜10710 不论是台子方面 跟大家预告把握修正 甚至台子期 可以短空的一个操作 避险操作 个股把握做一个获利 也跟你预告大盘会向下修正 通常在道士法则 大涨了2000多点 通常回档的幅度 三分之一 也是很合情合理的 涨了2200点 三分之一 当然就是600点了 所以为什么上个礼拜10710公开呼吁 股票一定要懂得卖 甚至台子期的操作要懂得避险 因为大盘会有向下回档 三分之一将近600点的幅度 这个都是上个礼拜五 在节目中苦口婆心 跟大家事前的一个规划 这个礼拜 昨天大家亲眼见证了 果然回跌了 是不是将近快要600点的行情 所以上礼拜五认真听我们的节目 再度帮你掌握到 这将近600点的回档的行情 好 昨天杀到10140点 大家很清楚这个数字什么意思 10100点了 下档的支撑 刚好就在前一波的 一个筹码的换手区 所以回档的将近600点 昨天再度再度跟大家预告 这个地方会止跌向上的反弹 今天一早10462 又强谈了将近300点 所以光是这个礼拜 从上礼拜10710 告诉你短空修正将近500多点 昨天预告止跌反弹 今天300多点了 所以光这个礼拜 又帮全国投资朋友 从筹码结构 掌握到800多点的行情 好 OK 我们看一下个股 大物筹码泄露天机 一定要投资朋友 要有正确的观念 买股票一定要懂得锁定 产业的主流 很多投资朋友 买了一大堆股票 做什么的搞不清楚 你怎么会赚钱 产业的主流 一定是未来有爆发成长的题材 所以这一波段 我们送给大家的金像电 台股崩了3000点 金像电 大家再度见证奇迹 居然台股崩3000点 它居然能够大涨一倍 道理也很简单 我们当时跟大家报告 金像电就是切入了 5G云端PCB 所以这次肺炎疫情 所有的产业受到严重的打击 但是很抱歉 云端伺服器 整个商机爆发 因为这一次肺炎疫情 大家躲在家里 结果照样上班 透过远端试讯 学生在家照样上课 透过远端教学 所以大量的采用 远端 云端的一个伺服器 甚至NB 网络 现在很多外商银行 根本都在家里上班 尤其国际企业 所以这一次的肺炎疫情 反而引爆了整个 云端伺服器的商机 国内最大的伺服器的 PCB的供应场 就是金像电 所以这一波 我们从2月份 从14块 3月份还跌到16 一再呼吁权力权力权力做多 结果台股崩了3000点 大家亲眼见证 金像电很夸张 居然大涨一倍 当时你丢个100万 就变200万了 200万就变400万 然而台股崩了3000点 你照样掌握到 大波段背书的行线 好 短线上我们来看一下 金像电像3月的获利 光是3月份的获利 已经赢了整整去年一年 所以从产业成长的一个主流的趋势 是没有改变的 所以导播我们可以看一下金像电的K线形态 我们看一下K线形态 我放大一点 从14 缩小一点 从14块2月份 对 2月 14 16 好 大家可以看看 其实这两个礼拜以来 它都在高点29.7 但是回档我们可以看到 只要拉回27块以下 还是有很强劲的买盘 所以像这样的一个结构 还维持在高档 尤其台股这个礼拜 一度大跌了快600点 它完全没有拉回 今天收盘还在28.5 所以像这种结构 后市不要看坏 随时一旦整理修正之后 还有随时准备再冲 再创新高的这样一个结构 所以这个筹码结构 可以告诉我们 金像电是一个很高姿态的 一个强势的整理 好不好 后市还是持续 会有高点的出现 好 再来国具被动元件 我们也讲了这一次 尤其全世界的龙头大厂春田 这员工受到肺炎疫情的染疫 大停工 国具是全世界第三大厂 所以他当然受惠到整个转单 签约这样一个受惠的消音 他本身三月份的营收果然暴增五成之外 还创了一年来的一个新高 所以这一次国具也是275 大户筹码开始正式向上翻多操作 一口气来到359 大涨了80多块 当然这个礼拜拉回320块整理 拉回320块附近整理 我们是不是特别在跟大家叮咛 这个礼拜他拉回来 主要他因为发行所谓的GDR 他也采用了折价308块 所以会有一个套利的空间 所以这一个礼拜以来 有很多外资进行套利的动作 就在台湾卖线股 340块卖 去认购GDR308 你这样子就有价差 所以当然在这一个礼拜以来 由于套利的操作 他股价被压在350块以下 但是我们特别强调 从整个筹码结构 320块这个附近 拉回来我们还是看到 有买盘进场 还是有大户的买盘进场 所以昨天可以看到 他逆势大涨 今天一涨再攻352 再攻352 导播我们也看一下 国际的K线 看一下国际的K线停态 好 导播放大一点 可以看看 其实这一个礼拜以来 就受惠这个套利的动作 在350块到320块 一个区间整理 目前是个横盘 震荡的一个整理结构 未来在产业下半年 被动元件还是涨价的一个趋势 所以国际未来的股价 我个人还是相当的看好 还是相当的看好 还是会有很不错的一个波段的行情 值得期待 值得期待 同样的被动元件的二哥华星科 也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从168块大户筹码翻多 今天一早214 再创波段的行高 也是再创波段的行高 所以整个被动元件 后市投资朋友不要看坏 还是强多的一个结构 再来郁君光 也值得投资朋友特别注意 这次三月份当时 破300 我们苦口婆心 你赶快大减黄金 为什么 他去年的获利EPS 已经冲到二十几块了 再最重要的是 他从去年第一世纪 他抢到了苹果后置镜头的订单 大家很清楚 今年苹果新机出来 当然郁君光切入了后置镜头 今年苹果的镜头 从去年的双镜头 今年通通是三镜头 甚至四镜头起跳 所以当然在苹果本身的需求 就是倍数成长 那郁君光又切入后置镜头 当然今年的出货甚至获利 还会呈现倍数的一个成长的空间 所以股价我们也特别叮咛大家 破300把握买进 一口气真的大涨了190块了 一张就是19万了 很多同学都在这一波 光是郁君光就赚到很开心了 有的人随便买个两三张 就四五十万了 好 当然上礼拜来到488 涨太多了 我们也特别提醒大家 会拉回整理 会拉回430块附近 会拉回做一个整理的动作 今天果然持续的一个攻高 所以郁君光的股价短线 拉回430块 我们还是看到有买盘进场 所以郁君光短线让他横盘震荡整理 横盘震荡整理 后市还是值得期待 还是值得期待 今年整个出货 整个获利还是会有相当的表现 好 再来今天最值得注目的就是联发科 怎么讲 这一波联发科 我们也特别强调了 三月份破300大减黄金 当然一口气先大涨了100块 来到379 当然随着大盘这个礼拜 回跌将近600点 他也打回340块附近整理 联发科今天其实最值得投资朋友 等于是机会教育 大家再学一课 因为联发科我们一再强调 他第一季的营收 创了历史同期的新高 所以后市我们讲得很清楚 尤其他今年的爆发点 是在中国大陆5G晶片的市场 那是下半年 会是他的一个爆发的亮点 我们今天看到报纸财经 出来一个很重大的消息 一早所有的报纸财经消息都在讲了 外资居然把联发科的目标价 降到300块 所以今天一早很多同学 打电话来我们公司 张老师 联发科 你不是说看好吗 外资调降到300 那完蛋了 今天一定要中 对不对 一定要大跌了 好 这就是给大家一个机会教育 很多新闻 你要跟筹码互相印证 互相参考 今天既然外资调降300 如果联发科真的很糟糕 真的没有人去 没有大户承接的话 那今天股价肯定中摔 肯定中摔 肯定中摔 结果我们居然看到 联发科今天在这么大的一个利空之下 今天联发科一早开盘 居然跳空开高 虽然盘中拉回盘下 尾盘 大家亲眼再度见证 不仅在涨 而且今天收盘351 再收到今天的最高点 就告诉大家 今天在外资这样的一个利空 居然有大户进场 趁利空进货 我们得到了筹码结构的结论 大户筹码泄露天机 答案就这么清楚 所以联发科今天居然在这么大的利空 外资调降到300 居然有大户 拉回再度的趁利空进货 尾盘居然拉到今天最高 所以很肯定的联发科这档股价 有人在进货 所以头头朋友 对联发科的股价 还是相当值得期待 好吧 原项我们讲过 CIS缺货 所以这一波股价大涨60多块 短线在这个地方 179到160横盘震荡整理 金像光也是一样 短线也是一样 在90到80这个区间 让它横盘震荡整理 CIS整个产业成长的趋势 还是没改变的 好不好 至于全新被动功率放大去 这一波段大涨5成 短线也是90到80这个区间 让它横盘震荡整理 其实功率放大去 今年整个产业的正向成长的 趋势也是没有改变的 好不好 至于文贸 这一波段涨了将近100块 它短线我们在两个礼拜前289 特别叮咛大家 不是产业的问题 是它筹码的问题 它290块以上 有套牢的筹码比较乱 所以建议大家 来到290块附近 要站在卖方 今天也拉回250块附近 它筹码目前 也遭到投顾的降频 所以短线筹码会比较乱一点 投资朋友多看扫作 好 至于威盛处理器 我们一再强调了 从20块就跟大家报告 今年会有一个低价的 大转机的行情 值得期待 尤其是CPU这一块 很有机会 重回中国大陆的主流市场 所以大家可以看看 公道31.9拉回整理 4月21号当天台股重挫300点 它照样再创新高 所以威盛大家可以看一下 K线形态 它其实这个礼拜以来 股价都在30块以上守得不错 所以像这种高姿态整理 强多结构的股价 未来大转机的机会 还是相当值得期待的好不好 投资朋友 手中有任何持股的问题 都欢迎加入我们的Telegram 或是加入我们的LINE AI518 都可以来做询问的 咨询的一个问题 更多的操作策略建议 广告回来就请张老师 帮大家分析 欢迎回到大户筹码论 再把时间交给张老师 好 大户筹码泄露天机 我们从2月份送给大家的金像店 整整波段真的涨了一倍 但是短线还是不要看坏 拉回26块附近 逢低还是有承接的力道 未来整理整理 它3月份的获利 已经突破去年一整年了 所以股价随时还有机会 再创一个波段的高点 国际被动元件 也是我相当看好的族群 尤其今年下半年 还是持续的一个缺货 甚至涨价 所以国际攻到359 拉回325跟大家讲了 还是会有买盘 尤其在GDR挂牌之后 卖压减缓 还会有机会再供高点 所以昨天345 今天352了 注意一下很快很快 又有机会再供全波的一个高点 郁军光当然今年整个苹果的出货 所以拉回430块都要值得注意了 短线让它震荡整理 后市也是持续看好 联发科我想今天很精彩的 这一波段大涨100块 拉回340块附近 今天外资全面的调降目标价 但是联发科照样逆势一个大涨 尾盘还收到今天的高点 所以很肯定的告诉你 从筹码结构 我们看到联发科 逢低就是有大户进场成坚 所以喜欢联发科投资朋友 也值得期待它未来的股价 一个表现 原相 星相光 这个是短线涨多了 全新也是一样 会进行一个震荡整理 稳冒筹码稍微乱一点 投资票暂时不要介入好不好 威胜这个地方我们强调了处理器 今年很有机会 出现一个大转机 股价从20多块 攻到31.9 21号当天台股重挫 它照样的一个逆势大涨 甚至再创了波段的高点 所以威胜大家可以看看 其实这一个礼拜以来 股价都维持在30块以上 守得相当的不错了 所以这档股票大家很清楚 如果30块一支能够力手的话 等大盘直稳再攻 当然这种股价很容易会有表现 会有表现 所以这也是我一再跟大家讲威胜 为什么我把它称为低价大转机 很有机会 很有机会做一个表现 好 至于期货的操作 我们强调 123百万超盘法了 今天是大数据AI城市的时代了 由AI城市计算法人筹码 给你明确的方向时间价位 你只要SOP执行操作 所以这一波段从3月19号 一路坚持做多 2200点了 上礼拜攻到10700 特别叮咛大家 高档套牢卖牙修正 所以从上礼拜台子期 4月17号一开盘9点多 10662转空 有没有 20号一早544再空 21号432再空 所以上礼拜台子避险放空下来 高达将近快要600点的行情 相当精彩 好 昨天杀到10065 跟大家报告 这个地方大盘会止跌反弹 所以昨天4月22号一早 9点13分 10085 赶快进场做一个接多的操作 昨天AI城市10点多 10137再多 大家看看今天一早 10402又是300点的行情 再帮你掌握 跳空大涨300点的行情 好 今天台子期怎么操作 今天很精彩了 一早开高 大家可以看今天一早9点多 AI城市10386转空 所以你只要SOP执行操作 10386一早开高转空 AI城市转空 一杀200多点 所以今天AI城市一早台子期 先帮你掌握386转空 下杀230点的行情 到了10点以后 有没有看到 10188AI城市再度翻多 又强加了120点 所以今天AI城市很有趣 一早先空230点 1018翻多又120点 所以今天两趟 也是帮你掌握到 300多点的行情了 所以123百万操盘法 对台子期避险操作有兴趣的 希望跟紧AI城市的操作 不需要自己去预设立场 操盘要有专业的工具 我们AI操盘大师 一起发一个计划 不论指数 当冲 波段 甚至夜盘 全方位的操盘 尤其股票 大家知道张老师 最经拿手的就是锁定 主流大波段操作 所以接下来的行情 还有什么是真正 主流会有大波段的行情 都很诚挚的欢迎 全国投资朋友 好不好 手中尤其有任何持股有问题 我希望投资朋友 你持股真的不要太多 你要找出主流 找出重心 不要报了十几档 二十档股票 那不会赚钱的 开杂货店不会成功 要精品店像LV 一个皮包好几十万 是不是 所以要开精品店 手中持股要重压主流 有任何持股问题 都欢迎全国投资朋友 不论加入我们的Telegram AI518 加入我们的Telegram 甚至加入我们的Line AI518 我们在Telegram里面 都会盘中 把法人筹码重要的讯息 跟大家同步做一个分享 感谢两位来宾的分析 也提醒观众朋友 节目当中的资料 仅供参考 投资朋友还是要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风险 祝您操作顺利 我们再会 音乐